这一讲家餐啊,我想跟你聊聊自由意志 为什么想起聊这个话题呢? 上周末啊,我参加了一个很好玩的闭门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谈科技与未来 这里边啊,有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家、科学家 还有佛教修行的高手 有科技界的高手,有投资界的高手 还有凯文凯利 我们没有会议长桌或者是圆桌 而是围炉白化或者夜化 很高兴很激动的聊了两天 这种近似朋友聊天的气氛里边啊 涌现出很多好玩的想法 我迫不及待的拿来和你分享 我也希望你打开脑洞 一起去迎接已经到来的未来 这个闭门会议里边啊 聊出了很多好玩的想法 其中呢,我最关心的是自由意志这个话题 我在前面的课程里边啊 也跟你聊过这个话题 一次呢,是讲奥古斯丁神学的时候 一次呢,是讲现代西方秩序的哲学之著 总的来说啊 有自由意志,道德才能成立 没有自由意志 选择也就没有了 责任也就没有了 道德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看到啊 有同学在课程留言里边问 科技会取消或者摧毁自由意志吗 自由意志受到科技的威胁 这个观点你肯定不陌生 最有力的表达呢,就是来自赫拉利的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 按照赫拉利的讲法 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正在摧毁自由和平等 我把他的说法啊,进一步聚焦 也就是科技正在摧毁自由意志 赫拉利啊,推演过这样一个趋势 如果说传感器能够密切的监控我的身体 实时的上传到中心 中心根据数十亿人的大数据给出了健康建议 我该如何选择呢? 如果听从建议呢 那么我对自己身体该怎么办的选择就越来越少 最后呢,变成服从Apple Watch或者小米手环 不听从建议 不仅对身体没有好处 而且啊,很容易被别人看成是愚蠢的 在科技给我越来越多建议的时候 在选择一步步消失的情况下 我的自由意志还存在吗? 如果还存在的话,还有用吗? 这个推演到这还没完 强制会随之而来 先是软强制,也就是商业的 平台能够给出建议 也就能知道我多少次忤逆了他的建议 记录在案 保险公司呢,就可以根据我忤逆的记录 给出商业评估 可能对我这种不听话的人 健康险瘦险 保费就会增加 甚至会被拒保 再进一步 硬强制就会到来 保险公司可以拒保 政府呢,可以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就像汤姆克鲁斯演的那个少数派报告一样 政府甚至可以提前知道我们怎么想的 对犯罪提前预防 我们啊,已经在他们面前变成了透明人 甚至啊,他们可以说 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 他们可以打着为我们好的旗号 堂而皇之地说出当年卢梭那句名言 强迫你自由 服从他们才是自由 自由意志啊,只不过是小孩子一样的 无知和任性 在这次闭门会议上呢,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听听各路大神的高见 我们就从凯文凯利的看法说起 其实啊,他的看法在他的成名作 失控这本书里边就已经有答案了 但我呢,还是想当场逼他说出来 这一逼问呢,还确实明确了不少 KK说,自由意志并不是人所独有的 世间万事万物都有自由意志 从粒子的衰败到大系统的演化 里边都有自由意志 KK讲了一个很好玩的故事 有个动物园里边有一只猩猩 它会用手语表达自己 还收养了一只小狗当它的宠物 它当然也有自由意志啊 所以啊,KK的立场是 自由意志是普遍存在的 要从宇宙学的层次来看这个问题 宇宙万物皆有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不是人的专利 不为人所独占 只不过呢,自由意志本身蕴藏着奥妙 就像宇宙的奥妙无穷一样 我们人类还没有完全把它搞清楚 KK的讲法叫失控 实际上,中文把out of control翻译成失控 并不恰当 中文词失控啊 只表达了KK这本书最表面的意思 如果讲失控 我们的思路很容易就被带进 谁在控制 谁失去控制 怎么失去控制 但KK讲的out of control 更重要,更底层的意思是 科技就像生物一样在演化 不在控制之内 吴博凡老师说 把书名翻译成无为更好 确实啊,更贴近KK的意思 而且有中国哲学的味道 但是啊,我觉得无为有点太中国了 老子,孔子,韩非子都讲无为 显然和KK讲的大演化论这种味道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词译成 无从控制可能更贴切 KK的演化论可以看作一个隔离墙不断被打破的过程 哥白尼的天文学打破了地球和宇宙之间的隔离墙 从此啊,地球和其他星星之间就没有本质差别了 达尔文的进化论打破了人和动物之间的隔离墙 从此啊,所有物种的生存和灭亡都遵循进化的法则 弗洛伊德呢,打破了理性和欲望之间的隔离墙 从此啊,欲望不是肮脏的邪念 理性呢,也不是高贵的心智 他们都是意识,而且混在一起 而我们这一代人开始面对的 是人机之间的隔离墙被打破 机器的智能化和人的工程化两路并进 最终啊,实现的是高度的人机合一 宇宙从粒子再到人类社会 再到更高级的系统 都是一个VVSystem 活力系统 活力系统啊,就是要向前演化的 而这种演化是无从控制的 推演到这一层呢 KK被我逼问出来的 万物皆有自由意志 就很重要了 因为万物也包括科技嘛 隔离墙被一层层拆除之后 世界自行演化的大格局 看得就更清楚了 科技就像矿物、有机物、植物、动物、人类、人造系统一样 在演化 所有演化的背后都存在着自由意志 都存在着向更高级的 更复杂的活力系统迈进的动力 我认为 KK是把自由意志看成了万物演化的内在动力 用来贯穿整个宇宙 从粒子到高科技 深深不息 KK的回答确实让我很受启发 自由意志就是一种意志力 一种无从控制的意志力 好 下面我就用KK的说法 来碰撞一下人类文明几千年来 关于自由意志的各种说法 首先是哲学 哲学是对人类自由意志的捍卫 奥古斯丁的神学和康德的哲学都讲 自由意志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 他们代表了古代和现代哲学的高峰 他们赋予了自由意志 高大神圣的形象 而这种形象呢 对于人自身 是最重要的故事 用康德的套路来讲 我们确实不能证明 也不能证伪自由意志 但是 如果你不承认他 我们就聊不下去了 道德 法律 组织 等等 一切必须依靠故事获得的力量 也就是赫拉利所说的 我们的智人祖先干掉尼安德特人的那种力量 都将烟消云散 我认为啊 哲学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捍卫 不仅是值得尊敬的 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哲学对自由意志的高度肯定啊 是人可以认识自己 接受自己 肯定自己的基石 放到KK的演化论当中 自由意志 就是人和人创造的世界 可以深深不息的动力之源 没有他 人这个活力系统就没有活力了 但是啊 活力系统会变得更加高级 自由意志的 会有新的形式出现 说不定啊 就是在KK讲的这种人机融合的过程中 就涌现出来了 低级系统无法理解高级系统 我们人无法理解上帝 就像狗不理解我们人一样 未来的新系统的自由意志啊 可能也超越了我们的理解 甚至超越了我们的想象 所以啊 我们人要懂得谦卑 要懂得善待那些不如我们的低级系统 而不是滥用自己的活力 去控制世界 只有这样呢 即便有一天我们被淘汰了 更高级的系统至少也会承认 我们人的自由意志 曾经带来过爱 真诚和善良 而不只是一种 只会掠夺的病毒 说完哲学呢 我们再来看看科学 尤其是生命科学 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怀疑 基因决定了选择 而不是自由意志决定了选择 这一点啊 似乎有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 所以王立民老师在 生命科学五十讲里边说 自由意志可能只是一种幻觉 不过啊 王立民老师也承认 证明人的选择全部被基因决定 尤其是精准的决定 还为时尚早 而且啊 对于人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来讲 自由意志是必要的前提 最终呢 王老师也给出了康德式的结论 如果还不能完全证明 自由意志不存在的话 那还是先承认它存在 比较稳妥 我认为啊 生命科学还没有把基因决定论 完全坐实 也很可能不会有那一天 因为啊 科学之所以是科学 就是能明辨自己的边界 知道自己能解决什么问题 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当一门科学还没有这种自觉的时候 他离成熟还比较远 王立民老师也说过 生命科学至今还没有办法完全回答 生命是什么 这个大问题 需要探索的奥秘啊 还很多 更近一层 科学本身只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 选择了特定的角度 配备上相应的技术 就会打开一扇发现秘密的大门 伽利略改进了望远镜 牛顿想出了微积分 大思想和大工具配合在一起 科学就上一个大台阶 但是啊 一个角度看得再深 也不可能把世界看全了 所有科学加起来 也不能穷尽看世界所有的角度 那么同理 生命科学也不能穷尽生命的奥秘 演化是无从控制的 基因决定论和所有的决定论一样 永远只是局部有效 自由意志的秘密啊 并不是生命科学完全hold得住的 最后是IT科技对人的自由意志的釜底抽薪 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赫拉利的那个推演 随着人机的融合 自由意志还会不会存在呢 我带你做一个思维游戏 让KK和赫拉利打一架 KK的理论是演化论 演化是连续的 所以啊 他要拆除所有的隔离墙 而赫拉利的理论呢 是革命论 制人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未来的制神社会 一浪高过一浪 后一种形态 自成一套系统 而且会完全干掉前一种 显然啊 自由意志是制人以来的人的核心标志 他在赫拉利的革命论中 必然会被更高级的系统摧毁 那么你会同意 KK的演化论 还是赫拉利的革命论呢 我们在人机融合之中 究竟是被成全 还是被摧毁 自由意志作为人的标志 究竟被升级成一种我们无从理解的高级自由意志 还是会被机器计算出来的那种绝对正确 碾压的粉碎 彻底消失 如果有一天 当我们的肉身已经不再是血肉之躯 而变成了钢铁之躯 我们还是不是人 凭什么证明我们是人 再接着追问 是不是人还重要吗 如果我们人终将消失 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我们还必须做点什么 这一系列问题啊 是今天科技发展留给我们的问题 请原谅 我暂时也没有办法给你绝对的答案 但是我还是想把它们留给你 我在思考我的答案 我也希望你有所思考 你可以把你的答案贴在留言区 我们一起探讨 毕竟我们在思考 恰恰说明了我们有自由意志 让我们一起去兑现王立明老师说的 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去兑现我所珍视的人的尊严 好 这一讲家餐先到这里 期待和你的交流 咱们下次再见 西方啊 有很多著名城市 如果只能选一座城市 作为西方的代表 你会选谁 纽约 伦敦 巴黎 还是雅典 维也纳 巴塞伦 我的答案是 罗马 我的理由是 罗马 它既代表了共和 又代表了帝国 还代表了教会 共和 帝国 教会 这三个特质 不就正好构成了西方文明吗 罗马 因为有三层不朽的特质 成为真正的永恒之城 这一讲呢 我就跟你聊聊 我理解的三维一体的罗马 第一层特质 共和 罗马 为全人类提供了这种优秀的政治框架 现代国家 原则上都是共和国 即便保留了世袭君主的国家 实质上 离共和也不远 你肯定知道 在两千年前 曾经被罗马取代的共和国 在十八世纪以后 又回来了 而且 席卷了整个世界 那我们就要问 为什么中断了两千年 共和又死灰复燃了呢 而且成了燎原之势 这个问题的答案 要从罗马开始找 罗马在共和制度框架下 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 第一 罗马人的政治参与啊 并不是积极热烈的 罗马人和雅典人不一样 罗马人的标准形象 是忠厚老实 笨嘴笨舌的郭靖 他不喜欢 也不擅长 去公民大会里边 演讲辩论 所以啊 罗马共和的权力中枢 从来都不是公民大会 而是元老院 也就是说 共和实际上是一个 政治参与强度 没有那么高 带有明显寡头性质的国家 他把人民的名义 举得很高 但并不是落得很实 第二 罗马成长的道路 是军国主义 将军是罗马统治者的底色 没有战功 在罗马是很难有政治地位的 一个以战争为荣的国家 光荣 权力 地位 不会属于柔弱之辈 罗马的这种活法呀 强化了元老院 处于共和国权力中枢的地位 你可以把元老院 就看成军功世家的俱乐部 两个执政官 实际上就是这个俱乐部的年度代表 罗马共和的军国主义本色 强化了国家的武力属性 上面这两点 明显的寡头性质 和军国主义色彩 都是后世国家的标准格式 等到民主大潮袭来 人民的民意无法抗拒了 自然就必须被高高的举起 而现代国家成长的基本逻辑 就是战争机器 共和呢 无安全兼容国家的武力属性 这个时候你就理解了 为什么当现代民主和国家 两股大潮来临的时候 共和的伟大名号 会再次被寄出 因为啊 古时候出于偶然的这种城邦制 居然和现代世界两大政治潮流 是高度吻合的 用了共和的名号 再加上共和的原则 现代国家就染上了罗马的色彩 罗马也就永远存活在 所有国家当中变得不行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 为什么在近两千年的君主制当中 人们没有忘记共和这个伟大的名号呢 实际上啊 它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西方的君主制 其实自觉的去兼容共和 就像我们中国传统当中 尽管是家天下 也必须讲天下为公 西方的君主制 也必须实现公共利益 人民呢 也要忠于自己的国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 西方并不是刻意的区分共和制和君主制 这两者的对立啊 是在启蒙运动里边被制造出来的 被法国大革命撒向了全世界 所以啊 共和并不是必须要通过 佛罗伦萨共和国这样的政治实体 来体现它的存在 它就活在君主制当中 当君主制被民主制取代 它就走向前台 成了国家的名号 只不过是一个潜水者浮出了水面 好 说完了共和 我们再看看罗马的第二个特质 帝国 在西方人心目中啊 帝国是唯一的 帝国是永恒的 就是罗马 西方人心里的帝国啊 其实和我们中国人心里的天下一样 至大无外 就是大到外边什么都没有了 这下子你就理解了 罗马作为帝国是多大的文化符号了 在中国传统当中 找到和它对应的词 不是长安 也不是北京 而是华夏 或者天下 那你可能会问 帝国不是亡了吗 它怎么还能永恒呢 帝国亡了 其实是我们现代人的看法 在西方啊 西罗马的灭亡 并没有成为当时人明确意识到的 所谓分水岭 这种标签啊 是后来历史学家标定的 实际上 罗马城在公元476年之前 已经被蛮族攻占了很多次 之后呢 又在蛮族之间异守了很多次 从政治经济社会的形态来说 公元476年 只是一个方便的标签 而不是一道隔离墙 在当时和后世的西方人心目当中 帝国没有灭亡 一方面 拜占庭依然健在 另一方面 灭了西罗马的日尔曼人 后来成熟了 他们沿用的还是帝国这个伟大的政治想象 你看 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号 说明日尔曼人的政治想象力的边界 仍然是帝国 而在这样一种世界图景之下 不可改变的中心 就是罗马 这里 我给你念一段书信 这封信出自东罗马的大将军贝利萨 他是这样写的 在这片大地上所有的城市当中 罗马最为伟大 最为非凡 罗马曾出现过历代帝王和无数名士 在历经岁月和财富积累之后 才有了罗马这个宝库 这座城市是世间所有美德的封碑 毁了罗马 你失去的不是这座城市 而是你自己 保护好它 你将拥有世界上最辉煌的财富 作为东罗马将军 贝利萨本来是想牺牲 收服罗马城的 但是后来呢 他不得不回军保卫东边的军事坦丁堡 把收复了的罗马 拱手又让给了东哥特人 当时贝利萨就给东哥特人的首领 写了这封信 据说这封信还真的就达到了保护罗马的效果 在西方对罗马的政治幻想 简直成了大人物的心病 拿破仑横扫欧洲 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 自己当上了法兰西的皇帝 他给自己唯一的儿子 加封的名号 还是罗马王 他们想建立千秋大业的时候 就会回想起当年的凯撒 乌大为是何等的雄才大略 和我们中国的大人物 回想起汉唐雄风 是同一种心情吧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汉亡了 唐亡了 天下没有亡 那么对于西方人来说 也一样 凯撒亡了 查理曼亡了 帝国没有亡 对于他们来说 帝国是不朽的 罗马的第三个特质是教会 你可能通常不会把罗马和教会联系在一起 但罗马和教会的关系 其实非常的密切 教会的历史啊 几乎和基督教的历史一样长 按照我们俗人的算法 共和在罗马存续了七百年 帝国存续了五百年 教会差不多在罗马存续了两千年 尤其是从西罗马灭亡之后 教皇在绝大多数时候 都是罗马存的实际统治者 比统治时间长短更重要的是 罗马存对于基督教意义非凡 罗马存是教皇圣座的所在地 罗马存当然也就是圣城 在基督教世界里边 唯一比他尊贵的城市 恐怕只有耶路撒冷 按照基督教的讲法 无数重大的事件 在罗马发生 比如说基督教的第二创始人 保罗在罗马寻难 基督教会的首任教皇 彼得在罗马寻难等等 现实中的教会 由教皇统领 西罗马灭亡以后呢 罗马主教担任其 整个西方主心骨的角色 集权的速度越来越快 尤其是在格力高利一世 和发动教皇革命的 格力高利七世手里边 教会的集权一步步上了大台阶 拥有了号令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大权 他才成了名副其实的教皇 教会也因此率先成为了权力金字塔 如果写一部教皇史的话 其中很大的篇幅 就是一部罗马城的历史 他们如何管理罗马 他们又如何与罗马本地的 几大家族周旋 他们又怎么和大国君主们 发生冲突了 引起了罗马的灾难等等 就拿我们现在看得见的 罗马城来说吧 现在的罗马城 最著名的建筑 主要是文艺复兴时代 教皇的作品 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天顶画 和卡比托利欧广场 拉斐尔的梵蒂冈画室 贝尼尼的喷泉 和梵蒂冈的助廊 你要知道 这些文艺复兴巨匠们的雇主 都是教皇 现在罗马城美得让人窒息 主要源自教皇们 对罗马的热爱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罗马象征着教会 他是教会的化身 就像他是帝国的化身 共和的化身一样 其中任何一个特质 都足以让一座城市不朽 三者集于一身的罗马 当然是无可争议的永恒之城 好 这讲加餐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你肯定知道 我和施展老师既是朋友 也是学术研究上的搭档 无论是从研究中国大历史的视角 还是追溯西方文明的发展 我们一直有一个共同的思考 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是希望在对罗马的近距离研究当中 找到帝国基因传承的脉络 去发现什么才是大国长期繁荣富强的道理 所以啊 我们俩计划了一次学术考察 走遍四大罗马 计划穿越罗马 伊斯坦布尔 圣彼得堡和维也纳四个城市 明年一月呢 我们先走访罗马和伊斯坦布尔 我们一起设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考察小组的模式 如果你愿意深入的思考上面那些问题 那我们诚挚的邀请你 跟我们一起完成这次学术考察 还有一个特别的福利送给你 如果你完成了西方史冈五十奖和中国史冈五十奖 这两门课程的学习 你会获得免除面试优先进组的机会 这次考察活动的详细信息呢 你可以在施展老师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找到 好 这一讲就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